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欧盟第四大经济体 西班牙的经济陷入了停滞 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西班牙2010年公共债务总额 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分别高达60%和9.2% 国内失业率超过20% 市场担心 如果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 西班牙的债务危机 或将就此被引爆 此外 早在15号 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 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再度跨过7%的警戒线 在意大利濒临危机之后 市场对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 法国的担忧也与日俱增 专家认为 一法两国经济总量大 在意大利摇摇欲追的情况下 如果法国再被传染 对市场信心的打击将是巨大的 更令外界担忧的是 各国推出的紧缩措施 遭到了各国国内的强烈抗议 17号 希腊首都雅典 出现了约5万民众参与的 抗疫财政紧缩政策的示威游行 同一天 意大利 西班牙多个城市 也爆发了大规模的 抗疫示威活动